这种蒸汁的样子 是吗? 可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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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喝茶的时候还开直播 MC大 哈喽 明节 等累积了一定有认数 我们才来讨论这个话题啊 莫名其妙是吗 MC到你的空吗 一起live咯 你OK吗 MC 你OK我就邀请你一起进来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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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森干 抱歉 跟美女喝茶 莫名其妙是吗 莫名其妙是吗 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 MC 不过钱就没有尊严 是不是 钱不一定能够建立到尊严 但是也不是说钱不能建立到尊严 是不是啊 你现在是美女的认识啊 不可以啦 这个已经 她的男朋友在我对面吧 你要害我去 害我中枪死掉是不是 不是 其实下来Body啊 我现在在Dame Deca 我没有下到Body啦 那那那美女美女 皮头三发 我在拍她 她不懂不懂 哇 Jeky Jeky在Dame Deca 我有钱吗 有钱啊 有钱 每个人都有钱 你知道吗 钱多和不多的问题而已 所以我赏钱啊 赏钱给我这样 赏钱 赏钱 对 钱不是万人的 但是没有钱是万万不能 我也懂这个道理 但是钱不是建立在你的尊严上 有钱也不能践踏别人尊严 明白吗 我也有钱啊 我就这么多钱啊 那我也有尊严啊 你看这是五毛 我一直以为是两毛钱 我在那个K要群群站 一百块莫名其妙 我的标题骗到你进来啊 其实要开这个话题一点 对钱无法买到那个尊严 你钱能都买得到那些尊严 那些尊严 未必叫做尊严 OK 出卖自己的尊严的那种人 还叫尊严吗 尊严用钱买得到吗 你会不会有人自己 你会不会有一点点钱 那些钱 可能你这辈子 可能你自己努力一点 赚得到的东西 你有必要去出卖你自己的尊严吗 钱人人都有 对 刚才有人讲对啊 钱人人都有 只是够不够花而已 那么够不够花就是看你自己的计划吗 是不是 你赚多少就花多少咯 不要over budget就好吗 没有钱没有尊严啦 也不是这样讲 没有钱没有尊严 尊严不是单单建立在钱上面而已 不是建立在钱而已 有些尊严是建立在你自己本身而已 我不要直接去评论某个人所说的东西 好 钱每个人都有 多和少 而你所谓 你钱买得到人家的尊严 你觉得你买得到那个尊严 那个尊严就真的是你要的吗 社会很现实 但不代表每个人都现实 你钱买得到很多东西 但是也有很多东西 你钱也买不到 针对某些人说 你钱买得到人家的尊严 你钱买得到你的青春吗 你的钱买得到你以前曾经 你后悔做过那些事情吗 没有吵 我只是聊天而已 哈哈 聊天而已 对啊 尊严之 今天是尊严之 有些尊严是建立在你自己本身的自信上面 你自己的工作上面 而不是建立在钱上面 ok 我也有钱 我也有钱 我的钱不够人家多而已 ok 我有尊严哦 我的尊严不是你给我多少钱 我就会低下头 对啊 对啊 因为今天忽然之间 有一个人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 钱能够买得到尊严 然后我只是想要撼入一些东西 就是说 钱未必买得到尊严这件事情而已 对啊 钱买不到你的亲情 买不到你的友情跟爱情 甚至健康 还有包括你的青春 100块钱奇妙呗 莫名其妙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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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莫名其妙 钱买到尊严 这句话我真是第一天听到而已 我看世界不管是哪一个名人都好 都不敢讲这句话 甚至世界首富也不敢讲这句话 说钱买到尊严这句话 因为尊严不是用买的 钱带不信棺材一切都是浮云 对啊 给你钱你可以放得下尊严 我不需要你为了钱放下尊严的 你可以为了钱放下那些尊严 那些尊严就不叫尊严 明白吗 尊严是没有办法去践踏的 他是针对女人的尊严 他是针对女人的尊严 不要针对女生 哎拜托 这个世界上零零种种的女生 哎 一种比养白一种人好不好 你现在买得到这个女人的尊严 你觉得你现在很厉害 已经很厉害了吗 是因为你还没有碰到钉子 是因为你还没有买到一些 你买不到的东西 今天你买得回你的青春 你买得回你的身体做过 你后悔的事情 你买得回 那么才叫厉害 买到一个女人 践踏她自己的嘴 你就觉得你自己很厉害 不明奇妙哎 不明奇妙 不要 好好啦 一个老板如果不把 不把人当人看的话 谁会帮他打工呢 可能出卖尊严人会有 那只是意思 因为钱 背后可能有一些故事 然后他需要钱 他没有办法 他就出卖自己的尊严 但这不是一辈子的事情 当他一掌控 已经脱离了 他已经有他自己的 权利跟本事的时候 你曾经践踏人家尊严 你以为人家会感恩 你曾经践踏尊严吗 因为钱都买得到人家尊严 买得到女生的东西 你身边到底存在的是什么女生啊 我不说干 我不说干 我们做人有文化 对不对 这个社会是有文化的 不要 莫名其妙的去说一些出卧 然后好像 觉得自己说的出卧 可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一样 其实你说的出卧 你觉得自己有什么好身价抬高呢 会不会看起来比较行一点 我没有觉得这样子看起来比较行咯 我觉得莫名其妙 这个人好没有存华 我会这样觉得 对 只有没有受过教育的人 才会说用钱才能买东西 你知道有一句话说什么吗 爆发富 只有那些爆发富 才会认为钱财是万能的 但真正有钱人却不是这么认为 真正有钱人不会认为 钱能够买得到一切 因为他知道 一开始他就已经是有钱了 他就知道很多东西不是钱能够买得到的 而属于在 比较中产阶级的 就比较没有什么钱 更加明白 深刻能够体会到 有一些东西不是用钱就能够买得到的 包括幸福啊 不过去 我觉得我这样讲 应该给他 多不久又要给他 来攻击我 什么之类的啦 bying anyway啦 用紧啦 莫名其妙真的 干人者必干知 真的 当你在 嗯 讲别人坏话 当你在 呃 批评别人的时候 请你看看你自己有没有去批评那个人的资格 你每天 只会 干这个干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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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其实 其实你有那个资格去干人家嘛 你的本分自己做的好了嘛 你在批评人家之前 你把自己的功课做好了没有 其实 对有钱就要低调 不是有钱就一定要很高调这样 你怕全世界不知道你有钱咩 真正有钱人才低调 嗯 那种道发富啊 湖南之间啊 因为可能不易之差啊 然后才有钱那种人 他们很怕别人不知道自己有钱 然后会知道出去说 诶 我有钱我有钱 我用钱可以买尊严 我用钱可以践踏别人尊严 没有文化 没有文化 啊对对 现在最新的版本就是莫名其妙 这其实是莫名其妙啦 ok 你就用钱去买了一个女生 然后帮你莫名其妙 钱买不到人格和准严 买得到人格和准严 那不叫人格和准严 会践踏跟见卖自己的人格和准严 那不叫人格和准严 你记住 对啊真正有钱的人他不会很高调啊 你有看过郭鹤年啊 他的儿子还是孙子有开live 就这样跟人家说 诶我有钱给大家 我要干谁谁谁谁 我要做导演 我要打打打打打打打 有吗没有吗 真正有钱人是自己调 没有钱人就特别要搞掉 或者有一点凑钱 就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人特别多 我称那种人叫爆发虎 莫名其妙 因为他有一点钱 就觉得有一点钱女生 就会践踏跟见卖自己的准严 跟身体 拜托那你是叫急 好不好 那种叫急女生你跟他谈准严 你去跟叫急做急女生 你跟他谈准严跟人格 还有什么东西好谈 你去跟一个这样的人 谈准严跟资格啊 你试试跟跟其他人谈 不要认为你的钱 可以买到一切个万人 是因为你还没有碰到铁板 是你还没有踢到铁板 当你踢到铁板的时候 你会这样大声跟人家 诶我买不到一个女人的资 和准严 你不是把你的好的那一面展现给人家看 你只是把你好恋那个东西展现给人家看 给人家知道 诶我用钱买到这个女人的尊 人格跟尊严诶 你只是讲了这一点 诶买不到的那些你没有讲诶 你选的只是讲你好的东西 那些不好的东西你还没有讲到诶 对 富二代 富二代也是有分好跟不好的 也有富二代很尽情的回话 最重要是看家庭的教育那一方面 很重要是家庭教育 我很勇敢分享很多人的不满 其实不是我很勇敢 而是刚好这个点 其实我觉得诶 很多女生都这样默默被踩在脚底下 然后可能没有一个很好的平台 或者有一个人可以代表她们嘴巴去讲出她们的心声 或所有的想法这样 不能够很好地去表达 那么我作为这一张嘴巴 作为帮助大家去讲出大家女生的心声 OK 可能有些女生真的这样认为 诶 就认为她们的尊严跟人格是可以见买跟践踏 那种无可否认会有这样的女生存在 OK 但是是有 所以我讲一种米两百种人 你不要只挑 你买得到的那些女生的人格跟尊严奖 你也可以去讲 你买不到那些来讲 你不要只挑那些你买到的奖 为什么 在当下为什么她跟你说一说 呃 我不了解她的想法 跟她的所有的东西 可能她有 她有什么 不想说的一些东西吧 我们谁也不知道啊 我们看到的只是表面啊 跟深层的东西 所以你不懂啊 可能为了操作也好 也有可能有一些故事情节也好 所以你不懂啊 我们看到只是表面 但是你这个表面的东西做得太过分了 你践踏是全部人的 全部女人 拜托 全部女人 你要记着 你要记着 随时你出来的 当你践踏女人的尊严的时候 其实你已经在践踏你身边自己的亲朋好友 的几年了 不投不抢 也没有破坏其他行业 即也是一份职业 呃 有一些地方 认可 圆角这个行业 有一些地方就不认可 呃 有她的好 也有她的不好 减少社会犯罪 但是也 只剩一些社会的一些隐患这样子啦 所有的事情都有两面 没有只是单单有面而已 对对对 很多人 那个人还没有搞不清楚尊严的定义的时候 就在那边装到自己很厉害 就认为她用钱买得到一个女人的尊严 买得到那个不叫尊严 我们 嗯 对事不对人 OK 我们 讲东西 我们不要针对任何人讲 我讲现在所发表的这些东西 不是针对 那一个人所说的莫名其妙而已 是针对所有有这个想法的大众 就认为女人的尊严跟女人的一切 是可以用钱买得到的 只要有这种想法的人 其实你都错了 买得到那种不叫尊严 也不叫人格 人格是你这辈子用钱都买不到 不管你几百万几千万 对 有些人就穷到只剩下钱 有些人富到就只剩下幸福 我没有想同过什么东西 我只是想要发表我自己的东西 捍卫一个女生的东西而已 他忘记了他身边有女人存在 当他说 用钱能够买到女生的一切的时候 他也在同时 已经见他身边的自己的亲朋好友 包括他自己最亲的人 有钱要为酒 有钱要为手 要为手 我们不针对任何人来说 我们针对只是一个话题 只是一个课题而已 就是钱能够买得到准严 跟买不到准严 这个课题而已 对付钱 当你觉得钱能够买得到这一切的时候 我只认为你付钱 你买到一部分 不代表买到大部分 你没有提你买不到的 你只提你买到的 你只提要好的说 不好的你不说 每一个人 都是妈妈生的 都不是孙悟空从石头里面蹦出来 当你在践踏其他女人的时候 都在践踏自己的母亲 今天我很敢讲 就算今天一百万放在我面前 要我键卖我的人格和准严 我绝对不会 绝对 绝对 一百万 我可能这一生 我可能奋斗一点 努力一些 人生机遇有不同嘛 对不对 可能下一个我就刚好 买一个彩票 或者不小心就 走了狗石运送了一百万 为什么我要键套我的人格和准严呢 不必要啊 而且我要那一百万来干嘛 人要懂得知足 你有多少你就花多少咯 你就花的 用的都在你的范围内的东西 你就不会觉得钱不够用 钱不够用 你就要自己去想办法 怎么去控制你自己的消费 怎么去增加你的收入 而不是去出卖你自己的人格和准严 ok咯 所以 buy anyway 人格和准严是卖不了的 钱啊 sumprise 死不带去 够花够用就好 哇 哇 所以啊 宁可得罪小人不可得罪女人 哈哈哈 对吧 有道理啦 女生会比较 小心眼一点 这个我承认啦 其实我自己也是有很小心眼的时候 就是现在啊 她她踩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就 啊 我受不了啊 为什么要讲人格跟准严 是用钱可以买的东西 其实买不到 买得到的那种都不讲人格跟准严 莫名其妙 大莫名其妙 她买到的东西都是其他尿的 傻cake 用你们马来西亚话这样就cake来了 是不是 呃不是不是 人的价值观不同嘛 其实 但我觉得你的价值观再怎么不同都好 你都不能践踏别人的准严跟人格 也不能肤浅到 你认为用钱能够解决 所有所有的问题 好啦 话题就到这里 就大概就结束了 就大家懂得知足 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人格跟准严是永远迈不去 你也买不到的 你买到的那些不叫准的 也不叫准严 当你在践踏其他女人的时候 请记着 你不是孙悟空 你不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 你践踏女人的时候 在践踏你自己的母亲 拜拜